哈喽 大家好 我是飘雪 我来山东已经有几天了 然后这两天跟我谭妹 来我谭妹家住 我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她这房子 她家房子装得很漂亮 她说当时她买的时候 是45万买的这房子 大概是楼下是 她这个是怎么楼中楼 它属于这种 应该中国也叫什么富士楼 我也不懂 反正就是顶楼嘛 四楼跟五楼这种 然后有个楼梯上去 楼中楼 楼下是98平方 楼上是说是52 就是140平方的房子 然后她装得很漂亮 当时她说她买来的时候 就是直接入住的 人家都是专修好的了 然后就除了这些窗帘啊 沙发呀 她自己自己买的其他的专修 没有什么 没有花很大的钱 然后现在带大家看一下 她的房子真的很漂亮 很精致 很精致的一个女孩 大门进来 这边就是客厅 有没有看到这客厅 客厅很大 然后就是这样的 她装修装的很漂亮 她窗台都摆得很漂亮 这么多娃娃 她种的植物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这真的 然后这边房间 是 算是她的一个储物间 这房间就是 储物间 放衣服 平时放一点化妆品 还有换一些衣服 储物在这房间里面 过来这边是厨房 这也是会拉门的 然后这是厨房 这边有一个小储物间 换一些厨房用品 之类的东西都在这 这边是卧室 我晚上就睡这里 这是我现在睡的房间 她搞得很漂亮 然后外面是个阳台 阳台也挺大的 阳台洗衣机都在这 这是我的行李 然后这边过来是 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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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过来是他们的放厅 放厅比较漂亮 我比较喜欢他们这个放厅 它平常很少在家里吃的 经常都在外面吃 这是小酒瓶 各式各样的小酒瓶 好多 酒 红酒 红酒 酒柜 这里面也是酒 酒柜 上面也是酒 很漂亮 很漂亮吗 然后现在带你们到楼上看一下 楼上是个小阁楼 也很精致 这边一个楼梯上去 上来咯 不要拍我 不要拍我 我这边我换衣服 他们这是他们的 差距 你看 没拍你的脸拍你的屁股 然后这是他们的书房 书房 学习 他平常在这边学习 还有他的这个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古增 我谈妹会谈两下 我也会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弹的好听 对啊 古增他声音好听 怎么弹的好听 不会 教你一下 我会浪弹琴 让你一分钟 两分钟学会 这是他们的小客厅 他楼下有个客厅 楼上有个客厅 他说这个是之前房东买的 然后我们 因为搬不下去 这小阁楼太小了 所以就没搬走 楼下他跟他们自己买的 然后这个 这个都是 他妹自己装饰的 装饰品 这个也是真的 他这叫什么龙骨 我也不懂 这看起来又是塑料的 爱中花的了 你看他在 在他房间 他现在住在这房间 我住在楼下 典典典典典的这么多 就是 这也是个杂物间 这也是个小杂物间 这也是个小杂物间 我喜欢他们家的这个是他们家的花园 不得了的花多 你们还说我种的花多 你看看他的花才叫多呢 然后一走进来就是一股香味 花香的味道 就是这种 昌昌说叫什么花会香这种的 龙什么花 龙什么花 你这会香的花叫什么 盘龙香 盘龙香 一走进来就是这股味道很香 他是这种爬 爬藤的你看从这里一直爬上去的 一直爬到这上面了 然后他搞了个这种的 花架子 然后本来种三角梅 他这三角梅已经 他说年岁太多了 长得不好了 你看他这些多肉 不知道有多少 这些花花草草 蓬蓬罐罐 都是他自己从楼下搬上来的 他们家在五楼 花花草草 蓬蓬罐罐 再加上这些泥土 你知道这些花要用多少泥土吗 很厉害 一个人从楼下搬上来 他在五楼没电梯的爬楼梯 我很扶他 两个月的时间 好多肉肉 全是肉肉 外面还有 一会再带你们看 外面的肉肉很多 这本很漂亮 这本也很漂亮 这花园多漂亮 又整齐 这边也是多肉 长寿花 爱美之人 爱花之人 爱生活的人 隔壁还有 这也是他家的 我来看一下 这边还都是 你看这些肉肉 很多圈 是 我好喜欢他们家这个花园 真的是 什么花都有 他们很爱种花 而且他还很有毅力 一个人每天搞这些花花草草 要搞多久时间 你看 这上面空气很好 白色也可以哦 我还没开心 我还没开心 我们先把这个花园 我还没开心 好 我还没开心